至于这短达24小时之内 对于全球金融再来的重大影响 我们待会还有详尽的分析报道 接下来我们要看的是 对于美国来说 现在一个更头痛 眼前更迫切的问题 就是在下个礼拜三 究竟会不会有几百辆的卡车司机 全部集结华府 要求面见总统拜登 这是从加拿大三州的卡车司机 反对防疫的抗争 由美国境内接力 今天出发的 在加州南部 有好几百名卡车司机集结 他们要一路开四千多 七百多公里 到美国首府华盛顿 一路都会有支持者加入 他们在网络募资 已经超过了一千 折合台并一千四百多万 可见很多人是挺他们的 他们反对强制注射疫苗 反对疫苗通行证 反对戴口罩 反对各种目前抗疫的措施 因为3月1号 是美国总统拜登 在美国国会 要举行国情咨文演说的日子 大家记得 去年国会暴动的事件 如果几百辆卡车司机 一起在那边高喊 或者是冲撞的话 那么对于华府来说 可能会噩梦重演 华府现在严加戒备 已经考虑从纽约 再调上百名的警力支援 务必在华府 煮起铜墙铁壁 我们来了解一下 已经上路的美国卡车司机 卡车喇叭声响 震耳欲聋 民众热情挥手 加州阿德兰托市 23号迎来数百名卡车司机 他们手摇美国国旗 站在车顶上呐喊 拿着抗疫的标语 还有人带着毛小孩同行 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目标 要求美国政府解除防疫限制 1月下旬 加拿大卡车司机 展开长达三星期的抗争 瘫痪美加边界要道 为了声援美国卡车司机 组成人民车队 也要求拜登政府 结束口罩令 疫苗强制令等防疫限制 现场至少有20多辆 18轮大卡车 判超过50辆皮卡 美国CNBC记者实地走访 参加民众痛批拜登政府 违反民主自由 你已经被疫苗了吗 我没有被疫苗了 我将会不会被疫苗了 感激到美国人 车司机在南部 在阿德兰托市场 聚会对疫苗疫苗疫苗 这疫苗疫苗疫苗 是非常难的问题 是你的责任 责任的责任 你自己的责任 美国担任确诊数 过去七天来到平均十万人以下 是去年十二月初以来的最低记录 住院率也同步下降中 各州政府陆续松绑防疫限制 民众也迫不及待想回到疫情前的正常生活 但对于这群美国卡车司机来说 这样还不够 除了自由 还有人们在疫情中付出的经济代价 美国人民车队23号从南加州出发 估计要行驶两千五百九十三英里 约四千一百七十多公里 一路停靠德州 奥克拉河马 俄亥俄等州 最后抵达首府 华盛顿特区 问长们扬言 要让拜登政府 听见他们的声音 另一头在美国宾州 也有一个车队迅势待发 同样目标华府 从全北各地陆续加入的人民车队 最终会有多少人 抗争时间维持多久都是未知 但可以确定的是 不少人都把抵达华府时间 压在三月一号 也就是美国总统拜登 预计发表国情咨文这一天 届时国会暴动的噩梦 是否再度上演 美国卡车司机强调 一切过程将维持和平冷静 也不会阻挡首府交通 但官方不敢大意 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 已经签署命令 派遣七百名国民警卫队 以及五十部武装改装车辆 进入华府 强调不是要与民冲突 而是用作交通维护 而华府警方也发出求援讯号 纽约市警局正考虑支援 一百名警力 提前在三月一号之前 坐镇华府 目前光是加州出发的车队 在网路上已经募得近五十万美元资金 约合台币一千四百万元 作为沿途的旅费使用 这场美国版的卡车司机 示威游行 尽管打着和平口号 但华盛顿特区能否承受大军压境 让当局倍感压力 TVBS新闻综合报道 请支持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 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霍大视野掌握趋势 邀请您订阅 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